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敦敦近日引爆购买潮 寒太可居的冰敦敦正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人独特的冰雪浪漫 线上线下的冬奥特许商品销售点都是一吨难求 2月7号傍晚 记者驱车来到位于福建泉州德化县的某陶瓷企业 这里正是陶瓷版冰敦敦雪茸茸百建的出生地 记者了解到 陶瓷版冰敦敦雪茸茸需要经过制批 打磨 烧成 上色 贴花点缀 喷油定色 晾干等70多道工序 工期较长 我们在进行了 我记得好像几个月的产品设计 怎么样真正的让陶瓷能融入在冬奥的冰敦敦雪茸茸 这个吉祥物里面 像它还要打磨 还有制批 还有进行烧成 还有一个贴花 彩绘啊 这每一道工序都是要我们得化的师傅 然后一点一滴的去怎么样去做好 包括包装方面的一样 在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 由于春节假期刚过 只有少数几位工人师傅 在为冰敦敦雪茸茸制批 上色 贴花 还有大量的陶坯在架上等待进炉烧成 原来没有想到有会这么好到 大家现在各个地方网友大家都说一吨难求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怎么样召集所有的员工 然后尽快的怎么样投入生产 让更多的消费者对这个冰敦敦雪茸茸 喜欢的 然后要能尽快的怎么拥有 陶瓷版冰敦敦雪茸茸在德化生产 让这个南方小城与冰雪冬奥产生了深度的连接 该企业负责人表示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陶瓷 陶瓷本身就是代表着中国 陶瓷的元素 制作在这个冰敦敦雪茸茸吉祥物里面 我们能说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了解这个陶瓷 了解这个前桌德化